文,Span视频人 就业市场比大家想的要残酷得多 今天网友提到的深圳教师匠心其实早就在执行了 前两年深圳市真有钱 所以给基层教师发了很高的工资 市真的年薪30万兆来了一大批顶尖985毕业的寿博 里面还有不少是清北的 现在是大幅度匠心 之前就已经降低到22万左右了 积下去估计是要砍到18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原理很简单就是财政上没钱 一没钱就先砍教育开支 原因就是教育开支的缩减产生的短期效应最小 当年喊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原因就是一穷就要穷教育 其次还有个原因也是一直说的教师属于体制边缘人 砍掉教师的薪水甚至编制他们都没办法走 理由很简单 长期的工作导致他们的就业技能和社会脱离 除去少数知名教师之外 一般的教师是真的走不了 大家看到这个肯定会心里不爽 就会赌气式的去想所谓的人才离开 你看教师都是清北毕业的 很多都是硕博 你不给他们钱 他们不跑路吗 那么跑路去哪里呢 你想想 现在他是个有编制的教师 工作不算太辛苦 一年有个20万的收入 他要跳槽离开体制 起码得去找份30至40万薪水的工作吧 现在有这样的工作给年轻人没工作经验的人吗 教培行业已经没有了 你是个HR 你是招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新人 还是去招一个已经离开原专业多年 做了几年教师的准心人呢 你把这个道理想明白 就知道搞政策降薪的很多都是人精 人家脑子里很清楚谁的工资能砍 而且问题最小 所以才那么做的 他就是吃定了你没办法 再退一万步讲 你去问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那些985毕业的 说给他们20万的薪水 哪怕不给教师编制 他们干不干 这两年的客观背景就是高学历人才紧喷 但是高薪就业岗位少 真给个20万薪水 怎么会招不到人呢 看这种政策类的匠心 很忌讳阿Q精神 觉得政府不给钱就能怎样 或者说要出什么问题 而现实是绝大多数人都没办法 只能坦然接受这样的现实 是真的只有接受现实一条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